接下来就要介绍所谓的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杠杆 你不用去背谁是第一类谁是第二类 你只要看到那个样子 知道它会省力还是费力就可以了 支点在中间的叫做第一类杠杆 像这边所显示的 上面有一个老虎钳 下面有一个悄悄板那个杠杆的东西 就叫做支点在中间叫第一类杠杆 那因为它是 施力币乘以施力等于抗力币乘以抗力 你支点在中间没有谁一定要比较大 所以没有说一定会省力或一定会费力 就要看谁大 如果是像这种剪刀是剪花木的剪刀 你的施力币很长 你手握的地方施力币很长 所以它是个省力的正常嘛 那个花木很硬啊 你要把它剪断 我需要一个轻松的剪断嘛 所以我就要省力 所以我的柄很长 前面的刃很短 但是也可能是这种叫做剪头发的剪刀 那这个货柄很短 前面刃很长 这是一个费力但是会省时的工具 因为你手打开 它叉就会剪掉一叉串的头发 费力没叉嘛 头发又不是钢丝 费那一点多点力 代表都不了多少 所以它是一个费力的 可是它是一个省时的工具 那刚才讲过一般剪刀呢 就差不多差不多嘛 既不省时也不省力 那是干嘛 使用方便 使用方便 叫第一类杠杆 支点在中间 开平器 支点在左边 然后呢 抗力就是平的地方 在中间 支力在最右边 这个东西叫做抗力在中间 那么这请问你这样的话 支力比一定怎样 支力比一定比较长 对不对 支力比一定比较长 所以支力比较怎样 小 支力比较小 所以它就会是一个省力的工具 所以这种抗力在中间的 抗力在中间的一定会怎样 一定会省力 一定会省力 这称之为所谓的第二类杠杆 抗力摆在中间的 像这个夹那个核桃的 学生到时候还有夹那个瓜子的 我是没有见过夹瓜子 瓜子这种 叫做抗力在中间的 我的支力比一定比较长 抗力比一定比较短 所以呢 这个我一定会省力 所以这个铁定会省力 省力的人会怎么样 废实 省力又会废实 所以叫做第二类杠杆 抗力在中间 我会省力但是会废实 这叫做材质的剪刀 看一下 我的最后面这个地方是支点 最左边支点 抗力是最右边的指的地方 我的手 是在中间 所以这样看起来 我的势力比一定比较怎样 势力比一定比较小 抗力比一定比较长 因此我的势力比较怎样 大 我的势力比较大 所以它一定是什么力 一定是一个费力的工具 一定是个费力的工具 对 这种叫做第三类杠杆 我的势力在中间 势力在中间 像这个假面包的夹子 假面包的夹子 把面包在最前面 手放在中间 这个叫做是一个 施力在中间的第三类杠杆 它铁定会如何 费力 铁定会费力 因为它的施力比一定比较小 抗力比一定比较长 所以呢 它铁定是会费力 它会怎么样 省时 所以它是一个省时费力的工具 刚才说过了 不用去费 谁是第一类 谁是第二类 谁是第三类 看到它的长相 知道它的支点在哪里 谁在中间 能够知道它是省力还是费力 就可以了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类杠杆 接着我们就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传说中 阿基米德讲过的话 他说给我一个战利 地方的支撑点 一个很长的木棒 可以移动地球 这句话有道理吗 没有 用杠杆原理说 有道理 因为我只要施力必够长 我就可以用小小的力量 举起一个够重的东西 所以理论上 理论上是可行的 实际上不可能 先不要管说一个棍子 如果那么长那么长 自己的重量 会把自己折断之外 不要讲这个 假设有救生棍子 不会断 不会断 然后呢 也真的 也不要看待你战 假设都可以做到 都可以做到 那会有什么问题 地球质量这么大 我们就用6乘以10的 二十二次方公斤算 我们假设你可以施力100公斤 那么要施力币 乘以施力 等于抗力币 乘以抗力 所以你的施力币 就要6乘以10的 二十二次方比 你施力币要那么长 这样才能够 100公斤 就把地球举起来 可是 这位刚刚讲过 数学可以用 相似参考型证明 你的力币是 二比一 那移动距离也是 二比一 同意是吗 这个相似三角形 所以你的力币是 6乘以10的 二十二次方比一 就表示你的移动距离 是6乘以10的 二十二次方比一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 往上移动 一公分 你就要往下压几公分 6乘以10的 二十二次方公分 那就消掉 消掉以后变成 消掉两个铃变公尺 再消掉三个铃变成公里 再消掉五个铃变成 六乘以10的 十七次方公里 你要压这么多公里 假如你用时速 100公里往下压 你要压多少年 要压六千八百四十九亿年 地球到现在 台新说四十六亿年而已 你这样子 你怎么压过来 你怎么弄 你怎么压过来 你说太慢了 等一下 太慢了 我用光速去压 我用光速去压 你要花六万多年 超万 你要花六万多年 所以 这才会上升一公分 会上来一公分而已 所以现实生活上 现实生活有可能做到 没可能 理论上叫可行 现实叫做 不可行 现实不可行 OK